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要來講什麼呢 玉米豆 有一句話 歐洲的醫生說 這個意思就是說 玉米豆對人人真的不錯 因為它有 你如果提高免疫力 你身體就不容易生病 而且它熱量低 然後附纖維 還有一點就是 維生素C也很多 還有一點 我覺得女人吃這個不錯 玉米豆有很多看來 可以煮料理 這個拿來燉餐 不過我肯定是因為 玉米豆這個東西可能比較冷 所以南部經常說 玉米豆切一切 大家又放薑 來聞也不錯吃 但是 如果有它冷的人 不好的人 當然你吃飯 在後面 夾一陣子在這裡吃這個 來說是屬於寒的 但是它其他的營養都非常好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今天上面要來跟我們分享 用玉米豆來做料理 如果說到它 它很高保養 小孩子又這麼Q彈 又這麼漂亮 我比較好奇的是什麼 它這樣是 早上起來要花多少時間 再打點自己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李愛綺 大家好 玉米姐好 好像洋娃娃 好可愛 哪裡 謝謝 請問 小孩子生兩個 太多了 對你平常生活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影響很大 影響很大 對 沒時間洗澡打拳嗎 對 這樣 對 我已經很適合 對 漂亮 早上起來 早上起來就要洗澡打拳 差不多要兩個小時 最少 現在 現在差不多 現在就隨便弄一弄 就要 妹妹就起來了 妹妹現在才剛滿一歲 是嗎 所以就是她一哭 我就要起來趕快要抱她 要餵她喝奶什麼的 那你就算沒有什麼洗澡打拳 老公也就 算了 因為都已經這麼多年了 對不對 不能退貨了 那個 就叫做 對 對 是不是 這樣才對 好的 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妳會用卡末豆來做什麼料理 這道菜叫做 香蔥番茄燉雞肉 香蔥番茄燉雞肉的食材有 雞腿600公克 洋蔥60公克 番茄500公克 蔥兩根 紅蔥肉燥兩大匙 番茄醬兩大匙 糖一大匙 蒜末10公克 我們現在把蔥切 等一下要 洋蔥 洋蔥也是非常好的 對 說這個卡末豆 你看台灣這個好處 所出生的東西 水果什麼都 水果 生的都是台灣那個很好吃 又甜 又甜 超好的 又大顆 對 要大也大 要小有小的 要顏色有顏色 超好的 其實我都是給它切比較小片 因為其實小朋友在吃 像哥哥 我們家的哥哥很挑嘴 有的時候 他東西都要把它弄得小小的 他才要吃 要餅乾茄 餅乾茄 因為小時候我們就是 都是為他用剪刀剪 剪得很小 所以他就是 現在習慣了 習慣了 東西太大 他就不吃了 現在小孩很幸福 以前小孩怎麼拿來 自己就這樣吃 剝 剝 剝 你還會剝 剝 剝 你看 剪得很小 很小 對 然後這個番茄也是切 好 這個番茄呢 像這個人家會把它 下去香肉來煮 或是說有時候 人家說來熬湯加一些番茄 其實洋蔥或是說番茄 人家來熬湯 也都是很讚很甜 對 因為番茄其實可以做很多料理 尤其像我老公他是 他最會煮義大利麵 對 其實義大利麵裡面就很多番茄 對 除了番茄醬 番茄也很重要 對 有的人看會很費工 會把番茄皮 湯湯的皮拿掉 下去這樣 那是很費工的 好的 切好了 等一下 這個番茄 沒關係 慢慢來 其實平常我在家裡 只有煮給小朋友吃 都是 平常都是老公煮比較多 是 對 因為 有 所以他看到我煮菜 他會昏倒 那 你不是媽媽有跟你們住在一起 媽媽有住在一起 但是通常都是老公在煮菜 那 你們不在的話 是媽媽在帶小朋友 也是都是老公在帶小朋友 你老公不在上班 老公上班的時候是媽媽 媽媽 爸爸會稍微幫忙帶一下 但如果他下班以後 大部分都是爸爸在 對 大部分都是爸爸在帶 如果對台灣傳統的媽媽 帶小朋友 跟外國人帶小朋友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他會保持什麼意見嗎 因為台灣的媽媽都會這樣 怕會不會 補 來 順 來 真的會 我們以前參加很重要 我們不可以補 都我媽媽出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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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老公如果看到 不可以 怎麼可以 其實我媽媽還好 還沒有到那樣的程度 那有沒有什麼讓你老公說 不 但是有時候因為我老公 常常做一些事情 我媽媽會說不 不 你老公有做什麼事情 他有時候會把小朋友這樣 往上丟 丟到高 玩得很誇張 然後嚇他 然後媽媽就說 這樣不可以 孩子怎麼會打到驚 打到驚 頭粉自己穩穩的 一支 打到驚 對 打到驚 你老公說不 他說什麼事情不 然後他們兩個就互相不 不 一個說不可以 我們現在來開火好了 已經已經開了 好的 來 這個是有 先 這個 爆香 好 爆香 我們放油 對 先放油 看要放多少 這裡也有大蒜 大蒜先 也可以放香 是不是 對 好的 好 所以外國人看我們有一些方法 是不太一樣的 對 外國人都不會讓孩子穿很多 如果一般來說 我們都怕孩子感冒 穿很多 是不是 其實他們外國人就是 很奇怪 他們體質也很好 他們冬天的時候 像我老公都是穿短袖 所以他覺得小朋友其實也不用穿太多 就是他只要注意保暖 然後不要太糟糧就好 但是 有時候夏天的時候 他就會把我的兒子 把他的衣服都移動 阿嬤會移動 阿嬤看到 會刮到 都知道 對 都知道 就可以放上去 所以其實 你就會看到我的兒子 有的時候就突然間 衣服穿很多 然後有的時候 幾十分鐘 衣服都 衣服還可以脫衣服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肌肉 這也是最後 對 我們把這個肌肉 把它放下去 好 先給它 先稍微煎一煎 稍微要讓它上色一下 好 我們就先不要翻它太快 就讓它稍微這樣泡 好 你通常 如果在家裡 如果在家裡 你們吃東西 大部分都是 早餐或是你們在家裡 讓孩子吃的是媽媽 大部分 媽媽吃什麼 媽媽有時候去買早餐來吃 對啊 有時候煎一煎一煎一煎 今天是都用早餐來吃 他有時候都會做一些西式的早餐 像那個 像什麼 麥片 麥片 要不然就是那個餅 就是西式的餅 還有蛋捲 要不然就蛋捲 還蛋捲 對 蛋捲 然後就是蛋捲 所以其實還滿幸福的 因為有時候禮拜天他早上 他很早就起來做菜 好聚焦 我們再把它翻過來 外國人本來有很多 是很有家庭觀念的 對啦,因為其實他們平常也沒有什麼 就是喜歡就是 像我老公他喜歡看一些 就是烹飪的一些電視節目 是 然後看一看他就覺得說 這個菜還不錯 我們來試試看這樣 然後他們很喜歡去家庭聚會 又各自都帶自己家的老婆出來 什麼東西這樣 因為還滿不錯的 對 好的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現在 蜂蜜嗎 對,等一下 蜂蜜跟蔥是最後上 我們可能要稍微要加醬了 好,醬料要加上去 好的 這個番茄其實我們已經有番茄 但番茄醬其實味道會比較 對 比較濃一點 然後顏色會比較好看 好 來 我把它加一點水 要加水嗎 要加水 好 要加多少 水的話其實最後 最後我們可以慢慢加 其實這些都可以把它加進去 再加一點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吃飯的時候 喜歡那個醬汁比較多一點 對 要加飯吃 對 好 這樣可以讓它稍微熟一下 對 好,那是什麼 這個呢 這個是紅蔥頭 好 就是讓它比較有味道一點點 比較香這樣 那就有一點香氣就好 加一點糖 加一點糖 對 好的 妳會帶妳的小朋友 到外面走一走 妳會帶她去洗牙齒嗎 洗牙齒會啊 因為現在哥哥已經五歲了 所以他洗牙齒 他會到處去看 到處玩 是 好 那我們要讓它滾的時候 稍微滾一下 唱歌嗎 是 那要唱什麼呢 來去唱洗牙齒 好 超好聽的 那老師來了 好 好的 招牌 成熟是 咧's 妳的美女 妳的美女 可愛 繼續 好 好 如果再怎樣下去的話 你在家裡會這樣唱歌嗎 在家裡自己會這樣唱歌 就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聽不懂 我兒子其實聽不懂 因為他才剛才開始在學中文而已 對 台語更不用說 妳們現在音樂進步了 英文進步很多 現在我把番茄先放進去 好不好 如果這樣 妳老婆可以合唱英文歌曲了 英文歌曲 有時候因為她唱歌 也沒有更好聽 所以都是我在穿很多 然後她又很害羞 又害羞 對啊 所以叫她唱歌 她也是很少 她都是說妳唱 妳唱這樣子 對啊 她說我喜歡 喜歡聽妳唱歌這樣子 對 所以 妳這樣結婚也幾年了 快要七年了吧 才七年了 感覺你們好像好久了 因為認識很久 因為認識十幾年 然後後來才結婚 中間又有分手 然後又在一起 妳想不到說的結婚又來 我 萬萬沒想到 真的 對啊 其實其他旁邊的朋友 也都沒想到 都沒想到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原分 原分 對 而且我覺得她欣賞妳了 就是很多的特質 是外國人喜歡 東方女孩子的那種特質 其實因為我覺得台灣女生 尤其是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真的就是在 西方人看台灣女生就覺得 台灣女生是亞洲裡面 然後個性也是 叔叔也素瓦 其實也是 對 我有發覺我今天 好像 亞棋林新的瓦 好 好 因為我們有約 就是每一天要跟大家見面 我都希望造型會有一點 不一樣好了 所以 三步行 三步行 髮型變一下就好了 好的 這樣就好了 讚 好 好的 我們現在就可以準備上菜了 有一節的年紀 別人 顧稍等一夜 講音音也沒問題 風風浪也要緊貴 別人 甘酒的酒的車用心百倍 愛情人就賣入頂路未來 我們都欠貞到稍等一夜 你那一歌很有Feel TASANOVA的台語歌 你這歌很簡單 就是 其實還滿難的 對我來講 因為平常台語歌都是那種 沒有就比較悲傷 較厭格 就是比較有轉音的那種感覺 這整個氣氛都不一樣 氣氛 對 比較異國風情 OK 也經歷了一些 某些歷戀之後對不對 應該是比較可以 拿捏那個分寸 這次我也是很辛苦 聽了很多爵士音樂 因為平常我們也沒聽 有做功課 對 還是要聽一些人家唱什麼唱 那時候你們人們一定覺得 家裡變得很有氣氛 對 她有一次聽到我在練歌 她說這是台語歌 她就覺得好像不太一樣 不一樣 對 跟一般我平常在唱的台語歌 不太一樣 很淡 對 我跟妳 我知道 為什麼我常常會忘記加鹽 因為我煮我兒子的菜 我都沒有加鹽巴 從小到現在 是喔 那沒有一點點鹽 但是因為它的菜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因為他 他就吃 他就吃蛋 其實剛剛那個番茄汁是什麼 其實它還是有 它還是有它的香味在裡面 還是有 只是我們會覺得 要配飯 要什麼 應該比較鹹 對 配飯要比較鹹 但是這個來拌飯應該滿讚的 像妳剛才說的 就是這張專輯來講 沒看到妳的照片 對 通常唱片沒有照片 通常是歌手長得不好看 或是 或者是不適合跟大家先認識的 但是 大家都認識妳 對 其實因為 因為大家對李佳 李愛琪 其實大家都已經認識我了 從小 我九歲就出來唱歌 然後從小就唱《四十七》 都想到妳 所以大家既定印象已經就是 妳就是那樣子 所以一直很努力要轉 要轉 要轉 對 因為 長大了 人也不一樣了 對 然後其實人生 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跟這一張專輯很像 因為其實大家會想說 誰說一定唱台語歌手 一定不能去講英文 不能唱國語或唱英文 誰說台灣人 一定要嫁給台灣人 誰說我像您家小女生 一定要嫁給 怎麼會嫁給一個外國人 對不對 誰說台語歌一定要唱的 就是要唱成演歌 對不對 其實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 想像空間 對 就跟我整個人生 其實還滿像的 對 當然 這個過程這麼久的時候 中間妳也是覺得 怎麼樣轉變 讓自己的路走更長 這是每一個藝人面對到的問題 對 尤其是那時候 因為小時候出來 你要轉型 就轉成什麼樣子 大家都想說 妳又是小孩 即便我生小孩了 還是有人說 小孩 生小孩對不對 所以這個過程也是 對我來講 其實是比較辛苦的一個方面 過程中間也曾經想說 不要唱歌 尤其去做某行 因為唱歌以前也是很辛苦 那時候也想說 是不是有別的工作可以做 但是那陣子 我休息了大概有三 五年的時間 那時候剛好也認識我現在的老公 對 那時候就對他四季去走 就出國去 去泰國 去韓國 住了一些一段日子 然後在這中間也遇到 還是有遇到很多 就是聽眾朋友 歌迷朋友都會說 在這裡妳怎麼會唱歌 我們很愛聽妳的歌聲 其實每一次聽到的時候 其實都還滿感動 想說大家都還記得我 這麼久沒有出來 那個時候休息了三 五年 後來還是想說決定還是 最喜歡的還是唱歌 所以還是回來再繼續唱 阿嬸妳也很好運 當妳在想的時候 妳卻還有個機會就可以讓妳出 剛剛好 是不是 所以每個人的季運不一樣 有的人也都等很久 對 也是有時候還等不到 所以你看 妳在等妳要休息的時候 妳有等到妳的未來 現在這個老公 那段時間就好像做 做了一段時間 還又回到妳喜歡的工作 現在是家庭 事業都兼顧得非常好 這個也就是說 也是自己有用心 也有運氣 這樣有敗 有補兵 是 所以有時候也是一個緣分 對 緣分 好 我想今天分享了妳的點點滴滴 還有料理 重點就是 妳愛吃 現在已經是變成 大家就支持它 也祝福妳了 謝謝 美鳳姐 順利 謝謝 謝謝 好 我來母愛吃